開始了 Hello 我是Lise 好像很久沒用這個普通妝有帶紅唇的妝容見大家 但沒辦法 我今天是非常感覺紅色 而且我現在的指甲是聖誕木 我現在是一個超級聖誕的人類 今天這條影片其實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最近用到真的覺得超好用 但同時他們的性格比非常高 適合小占女的學生 或者剛出來工作不太有預算去買 身體護理、化妝品、護膚品等等產品的朋友 如果大家都很適合這段影片 可以參考一下這條影片 好 今時不宜遲 我們開始吧 第一件產品其實也是我現在上妝前的 Sync Care Routine的第一步 那就是最近網上非常紅 很多人熱紅的這一支 來自肌然花潤的精華 這一支精華裡面主要的成分就是日本發酵的白米 其實也有不少珠貴品牌 裡面的成分是用這種大米發酵的精華 我用完它整個月之後 我真心覺得它的CP值是挺高的 一支這麼大支 我想可以耐用到一個半至兩個月左右 賣兩百多元 我想大家都可能聽過 日本的養酒師雙手特別白滑這件事 不說不知 發酵的白米裡面有很多護膚成分 所以在長年累月的接觸下來 雙手的整體皮膚質素是好過其他身體部分很多的 這一支基然翻養精華就是正正提取了 白米發酵裡面的護膚精華 小幼紋去到我這初十年紀 真的越來越多 就是越來越容易出現的 有時天氣一乾 或者休息都不夠 眼底、鼻翼這些位置都很容易浮一些 很細條很細條的乾紋 當我自己想底妝或者想睡覺的時候 硬要有一點點激粉和不平環 不過去這三、四個星期 我化妝的第一個步驟 我都會很豪邁地把它按摩輕拍 令到臉更加準備好化妝 我發現皮膚的補水度光澤感 剛剛一起來的那種比較乾乾暗的情況 是即時改善了不少 而且後續的底妝很明顯貼了不少 我最喜歡它的質地 大家可能在這個瓶裡都看到 非常柔質 柔質的 柔質得來它也有少許濃稠度 上了皮膚之後流動性很高 鹽展性很好 還有吸收的速度都很快 它的成品都很溫和 一點一點香料香精味都沒有 所以非常適合不同類型的皮膚 我自己真的用得很舒服 第二個就是一個底妝產品 就是MISSHA的Glow Tension Cushion 它是普通版來的 它有一個是再保濕一點的版本 但我自己不算很喜歡一些超強光澤感 所以我就選了普通版 我買這一盒是因為我想做一個行系 開架Cushion的實測屏鼻 試完這麼多一款行系 人氣都很高的氣墊粉餅之後 這一款是我真的會想帶出去 拿出來用的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妝感和遮瑕度 它的妝感是奶油肌 是那種很細緻 好像在皮膚毛孔裡面溶出來 那種皮膚好像被油膠Photoshop 這樣的妝感 我平時髮底妝就是 要不就很拿妝 要不就想遮瑕 起碼你百成 我不是很喜歡那種半天調 可能浮一點點 暗瘡癢 或者浮一點點泛紅 我不太喜歡的 這一款我覺得它算是中高遮瑕 每天天天就算不下遮瑕 都完全沒問題 我臉皮膚薄 透血管 有時都偏紅 所以它蓋一些泛紅 蓋得很好 而且全天的次妝度都不錯 如果缺點的話 它不是最透薄的底妝 它是一個有厚度的底妝 我自己覺得是很可以接受的 因為遮瑕度本身就是需要一定的厚度粉底 來堆砌出來 而它遮瑕膏的功能 是真的非常之不錯的 我覺得它的光澤感 還有它那種令人出油的程度 是沒有其他寒系cushion 那麼過分 但是唯一的提示 就是千萬不要買它最淺色 我買的是它23號色 是最深色的那種 出到來是這樣 剛剛好fit我的頸 所有21號18號的寒系cushion 都不是人用的 下一樣唇膏 我最近真的發現了超好用 不是超級漂亮的唇膏 那就是它們了 HIMI 台灣的朋友 你們好幸福啊 竟然有這麼好的牌子 這兩支唇膏和其他HIMI的化妝品 是我大概一個半月之前 我收到台灣HIMI的email 問了我想不想試試它們的產品 老實說我受寵藥驚 我真的想不到 我一直留意這麼久的台灣品牌 竟然傳email給我問我有沒有興趣試它們的產品 它們送產品給我純粹是gifting來的 是完全沒有合作性的 但我用完它們這兩支唇膏 我的良心不找到它們的不同大Share 好好用 這支唇膏是很多台灣Youtuber都推的 因為它的性價比是極高 它的名字叫做Twilight Satin Lipstick 那我有的色號就是02和06 都是一些非常人氣的色號來的 它們的包裝是一點都不廉價的 還有一些小機關 像子彈那樣拔出唇膏 我喜歡它的原因超多 第一 顏色 我覺得HIMI她們推出的顏色 是很貼近這陣子最流行的顏色 前陣子是流行光蟲玫瑰色 然後這陣子是入了秋冬焦糖咖啡色 這些最HIT 最多人想買的顏色 這個台灣本土品牌是捉得很準 我現在的嘴到就是在塗他們的2號色 它是一個偏少少豆沙 但也蠻紅的顏色 這個顏色超漂亮的 它配上了一些紅色的眼妝胭脂 是超級無敵包 不過它塗出來的妝感就會好像比較濃 另一隻顏色其實我更加喜歡 我再更加經常塗 第六號色 它是天啡的奶茶色 哇 美得不得了 就算你那天沒什麼妝 你塗這個是有氣息得來 有雍爛得來 但是人家會記得你的一個唇色 因為這隻顏色真的蠻說明的 這隻顏色 是今季很流行的顏色 第二 它遮蓋唇色的能力非常好 我本身嘴是有點色素沉 但是這個真的一抹 蓋光了 而且我也覺得它修飾唇紋 我唇紋偏多 塗完之後 嘴是明顯飽滿一點 持久方面我覺得正常 因為它始終是偏潤的唇膏 偏潤的唇膏本身蠟質偏重 所以你可能在敏自己的嘴 或者吃東西的時候 唇膏比較容易走位 那這些是無可厚非 你不可以什麼都想要的 Hemi的PR其實還有送過 它們新推出的眼影盤 它們的配色是真心很美 那這兩盤呢 我都還在試驗 還在玩 我今天的眼妝呢 其實都是用紅色這一盤畫出來的 當畫得再熟一點 有更加多心得想推薦的話 我一定會在影片裡面 再跟大家推薦 這個我買到的 這個我買到的 我覺得它有一個CP值很高 對比它的價錢來講 粉質是非常之幼滑 揉在手指裡面 好像蒼麵粉 煙燒雲散 它裡面呢 有附一個 看來 很普通的海綿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 我用一些碎粉大掃的 我喜歡它令妝不走 真的做到它說的事情 我今天的底妝呢 只是上了剛剛說的 Tension Cushion 那我就來試一試 上這個碎粉 給大家看一個分別 它的粉是真的很幼細 小小就可以了 真的 你染一次 大半的臉是完全搞定 不用太多 所以它是可以用勁了 那我就設定完一邊了 大家看不看到我的分別 這一邊呢 是很油焦的 但油焦得來 它不是完全沒有光澤感的 是會微微透一些 底妝的光澤感出來 左邊呢 就是完全沒有設定碎粉 靠底妝本身的光澤感 還有我現在開始犯的油光 其實也挺明顯的 這邊有碎粉 那邊看 這個碎粉 我真心覺得非常之高質 唯一要提醒的東西 就是不要上那麼多 真的 其實什麼粉的粉 都是 想得多的話粉感會重 會不自然 可能會有浮粉的情況 所以 用一些大掃 然後拿少許燉 少許燉 少許燉 兩次這樣塗 推啊大家 這個推 至少用到年紀兩年 下一個我超期待 這個也是 我真心很期待 跟大家分享這個 嘗嘗 這個是Toku for School的 Art Class By Rodin Highlighter 其實Toku for School 它的shading highlight是超級出名的 它不是有一個 就是這樣 然後三格 但是shading 那這個shading呢 它是稱之為 國紋shading 它這個還有 highlighter 還有胭脂 但因為胭脂我現在很多 所以我前陣子就買了它的highlighter 來試 好漂亮 它三個打亮呢 都是有少少微珠光 亮片很細緻 都不會有很多很貴意的白色亮片 通常 例如鼻哥鼻尖的highlight 我就會用最淺色的一隻 用手指就可以了 真的 我一鼻尖上少少 好少好少就可以了 鼻樑也可以上少少 但是好少好少 我不喜歡整條都很白 我主要都是鼻頭和少少肥涼 那 那就完成了 臉上的highlight 我喜歡用這兩格 一起 上少少 Toco for School 無論是highlight 或shading 它的粉都很幼細 完全不會顯你皮膚的紋理 或者顯毛孔等等 你看看 上來這邊 漂亮到不得了 很柔軟的一個光 這個價錢好像都是一萬多瓣 還是 矮近兩萬瓣 非常便宜 因為highlight 這些東西真的用很少 一次過有這三個顏色 讓你用在面上不同的包圍 它真的不顯皮膚的紋路 甚至我的兩盒是 會有毛孔的問題 但它完全不會放大 這些毛孔 或者紋路的問題 所有人知道入境韓國 一定要買這個 OK? 今天提到的產品 我真的覺得超級好用 價錢 都非常合理私必值 很高的 這些產品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告訴我還沒subscribe這個channel的朋友 記得快點subscribe也可以follow我的 Facebook和Instagram 如無意外 我們一次留意之後再見 啊哟